英国将在7月4号举行大选 未来英国新政府如何处理与中国在内的对外政策受到关注 有当地商界代表向本台表示 希望英国能够奉行务实合作的对华政策 在英国保守党首相苏纳克22日宣布大选日期后 这节英国议会将在下周解散 朝野政党600多位下员议员如果想要连任 就要开始准备所在选区的竞选造势活动 英国每日电讯报23日披露 包括财政大臣亨特 国防大臣沙普斯 以及保守党下院领袖莫当特 在内的多位保守党政府内阁成员 都面临在所属议会选区败选的压力 外交政策虽然不是英国大选最受选民关注的问题 但苏纳克政府近期从遣送非法传名到卢旺达 承诺持续军援乌克兰 以及反复提及中国对英国网络安全带来的威胁 多项外交政策都被在野党和一些民间机构批评 给英国社会稳定带来变数 目前整体民意支持度领先的反对党工党 在回应政府宣布大选日期时说 一旦执政会确保英国社会更加稳定 但连续十多年没有执政的英国工党对外政策 尤其是对华政策仍然有很多含糊七字的地方 当地商界代表认为 工党一旦执政 需要从稳定对华关系中 找到重振英国经济的出路 我昨天在职务党业业专门 我问了职务联系统 关系业业与中国的交易关系 他给了一个很严重的答案 实际上是 两个国家的经济问题 尤其是英国国家 也认为我们必须继续交易 货品和服务 没有平静的途律 但继续交易 中国仍然积极看待英国市场 在23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在伦敦举办了A股上市公司推介活动 希望能扩大两国间的金融投资合作 英国保守党连续执政13年多 在2024年大选前 所面临的国内最大挑战 就是英国经济增长乏力 同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国家的竞争 也存在压力 虽然反对党工党 目前在国内的民调领先 但是保守党首相苏纳克将大选的时间 提前到了7月份 那留给反对党工党的准备时间也变少了 那其中就包括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 福华卫视曹杰 吴若铭 李默克 伦敦报道 李默克